有一个范畴或者有一个词 或者有一个性质 我觉得是特别令人关注的 这个核心词就叫做力量或者权力 英文叫power 我想我今后可能会就power这个词 从不同的维度说出很多的观点 今天我就只说 一个视角 我想说的是某种砖断的独大的 一统的力量 恰好会催生出 制造出这个多元的 分散的 对抗性的这么一种力量 这就是力量之间的博弈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力量这个东西呢 是特别的神奇的 你可以说人就是一种力量的存在 而力量呢 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如果是在政治哲学的领域 就像马克思韦伯所说的 他说所谓的力量 当然我们经常会翻译成权力呢 他说的这个权力呢 其实就是只能够克服他者的意志 而实施自己的意志的一种能力 这是一种力量 所以我们说像power 像ability 它是不同的视角 有些是在过程的层面 有些是在结构的层面 包括我们经常会说的 像古希腊的那个重要的词 叫做德性 其实德性呢 它本身的词言学上的含义 它就是指男性的力量 或者就是一种扩张性的东西 就是人如何不断地去超越自己 实现自己的完美性 或者实现自己的卓越和极限 实现自己的潜能 或者目标 这就是所谓的 也是一种力量的 结果性的一种展现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为什么独一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就说是专制的东西吧 他可能就想一统天下 就想压过所有的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就像公子珍所说的 在某一个时期 可能人们会经历 所谓的万马其鹰 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 但是他这里面 力量这个东西的神奇 就在于它具有某种力量的辨证法 那我们以前认为了 这个权力都是一种消极性的 压制性的这么一种东西 一旦一加或者主动和被动 一旦主动的一方出现了 然后被动的一方 就永远只会甘心于被动的地位 我们只是以一种单一的眼光 否定的和消极的眼光 去看待力量这个词 力量就是非此即彼的 但是最早发现 这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制衡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也不是最早 最重要的应该是黑格尔 在他的那个精神现象学当中 那他关于主人和奴隶之间的 这么一种主奴辨证法 有一个禅师 但是呢 我觉得禅师的更直白的是福科了 因为福科呢 它就是从一种积极的 生产性的一个角度 才讨论这个力量的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刚才说的力量就是我们说对抗性的压制性的 但福科了认为了像力量或者权力这样的东西呢 它是一种分散的 弥散性的 它像毛细血管一样啊 渗透到整个社会集体当中 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具备 哪怕我们是看上去是非常弱小的 所以说权力它是一种生产效应 它是一种催生性的一个东西 它不仅仅是一个压制的 我们再说直白一点 就是所谓的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福科他说了一些 当然有点被人误解的一些命题吧 这些命题不一定是他的原话 比如说他说像罪犯都是法律和监狱制造出来的 像精神病都是精神病院 所产生出来的 就如果没有精神病院 如果没有监狱和法律 这样的一种体制化的 一家独大的一种 想笼罩一切的权力机制 反而不能催生出 像罪犯啊 像精神病人啊 像边缘人群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呢 比如说精神病院等等 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其实就代表的一个权力 或者一种主流的力量 所设置的一种标准 这种标准是不允许人去突破和突围的 一旦你去突围 我就认为你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但是你会发现 恰好是在一种规范性的一种权力机制之下 你会发现总会有一些分散的点 去突破 福克爱用的一些战术或者战略的一种方法 比如游击战啊 比如说各种分散的策略啊 叫做各个击破 来讨论这样的一种权力的机制 所以套用这个福克的这么一种说法 我想表达的是 当我们恐惧于某种一家独大的力量 对我们的人性和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压制的时候 但是你要知道 可能本来他不压制这一个点 这个点还不能成其为一种力量 但是一旦他压制了某一个点 这个点反而成为了一个爆发点 成为了一个契机 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 以前是被人忽视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 对他施加了你 哪里有力量哪里就有对抗 这也是符合斯宾洛沙的一个观点 是吧 力量就是一种什么呢 你的一种压力和阻碍之间的一种机制 一种博弈 那我说这呢 就是想说什么意思呢 我是认为了 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类社会的存在 就是一个力量的扩张 以及不但的打压旧的力量 和不但的催生新的力量的结果 不可能永远某一种力量一统天下 而且尤其是一统天下的力量 它一定会催生出各种不同的力量 你会不知道在哪一个点上 新的一种力量 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新的一种生活秩序 新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它会出现 这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在这里面 它的一种博弈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就像我们经常说互联网的技术 以前我们理想化的一个说法 是互联网的技术就代表了 它没有一种统一的权威 它是一种分散化的一个机制 在这个分散化的机制过程当中 它就传播出互联网的一个精神 叫做什么多元的 平等的 自由的 开放的 包容的 等等这些场 但是你会发现 互联网这样的一种 权力硬做了 它一方面有分散的趋势 但另一方面 它也有一种集中的趋势 而且现在看来集中的趋势是大过了分散的趋势 就互联网所制造出来的这样的帝国 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 它所拥有的这种权力扩张的能力 一统天下的能力 确实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技术 为他们的这么一种专制和垄断所服务 就更可怕 但是你可以发现 另一种力量从来没有消失 我只是想说 它并没有消失 尽管我们在表层看到的是一个集中力量 但是呢 也是因为互联网 这样的一种统一的一种力量 它不断地在催生各种新的一种力量和对抗方式 我想说人也是这样的 有一句话说 证明此路不通也是一条出路 就当我们在某一个力量层面 你没办法突围你破壁的时候 你重新去发现 你的生命当中的别的增长点 你会重新去发现 你的生命其实还有别的可能性的 只不过你没有认真对待它 或者你忽略了它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唤醒自己 去看到我们潜在 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甚至我们可以说 每个人身上 它都会具有一种 无数的力量 甚至这种力量 有时候这也表明了 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 去看待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反而可能不是因为所谓的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一些挫折 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没有我们的一些绝望 没有一些沮丧 可能我们还没办法意识到我们在哪里 我们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努力的去绽放自己 或者去表达自己 恰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压制 我们才发现 这一点也在恰好是我们的一个突破点 当然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消极的层面就是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力量点突破 可能那个统一的力量 更大的力量 它还不知道 哇 这是一个我需要去打压的一个因素 它中间我觉得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 从短期内你确实可以看到某一种电量 它也许会一加独大 但从长期的整体的视野来看 它一定是分散的多元的 就是一定会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东西的出现 但这并不是偶然 那么作为礼仪 你该做什么呢 那其实也不是说你非要片面的去寻求 好吧 那我就完全去针对它在某一个点 我遭受到挫折 我就在这个点拼命的用力 不是这件事 是吧 你用不用力能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完全是取决于你自己 围绕着你自己的一种用力得最顺手 最适应的一种方向 你去不断的积累 那么这种积累表明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真正的跟别的力量进行交锋之前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哪一方面是最能证明我们的力量是所在的 但是在这之前 你一定是要围绕着你所确定的东西去发展你自己 你如果不发展你自己 那你这个力量的可能永远是没办法去真正的去激发的 而你在发展你自己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可以壮大你的力量 或者说你就成为了独特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点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你知道你这个点是不可被吞噬的 也许它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它永远是作为一个点而存在的 这可能也就是人的一生的使命 所以我把这种外在的一种压制的关系 通过刚才的一番禅食 我还是想给它转化为一种内在的一种自我的一个用力 自我的一个着力点 每个人你总得找到一个着力点 就像你在攀岩的时候 你总得抓住某种东西 你不管抓住什么东西 那你就牢牢地去抓住它 好 谢谢 好 谢谢